剛剛過完聖誕和新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多了時間陪伴家人和伴侶呢? 英國一個偷情網站做了一個有趣的統計 發現每年的1月7日是一年入面最多人偷情的日子 當地的專家分析就說 由於聖誕節假期和家人相聚的時間多了 容易和伴侶產生磨擦感情受損 所以元旦後第一個星期一是最多人開始分內情的日子 有兩姓專家就說如果另一半是偷食的話都有跡可尋 例如是突然之間變得很忙碌無故發脾氣 或者經常提到有新同事等等 這個統計有多可信就不知道 但網站就提醒大家 雖然有六成的婚姻經得起婚愛情考驗 但事實上有裂痕的感情難以修補